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遵循中国香港特区自身的一些法律 据我所了解 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正在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也希望有关各方谨言盛行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我们对此深表关切 关于朝鲜运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的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明文的规定 当前半岛形势十分复杂敏感 我们希望所有有关各方 不要采取加剧紧张的言行 中方也会密切关注有关形势的发展 继续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 我愿在此重申 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 利用所谓的过境之机 与美方的官方人士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并从事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活动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及有关人士 恪守一个中国的政策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按说呢 这个是日本和韩国两国之间的纷争 但是未安妇问题 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的罪行 我们觉得日本方面 实在是有必要深刻反省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 历史的这一页始终翻不过去 大家也可能注意到 日本方面在反省的历史的时候 在关键问题上始终闪烁其词 那么日本领导人呢 不远万里跑到珍珠港 去搞所谓卫灵活动的同时呢 对在二战期间加害最深重 造成了最深重创伤的亚洲邻国 却表现出了漠视 特别是日本的一些政要 从珍珠港一回国 第一时间就跑到了 供奉着二战假计战犯的 这个晋国神社 去搞所谓的参拜活动 日本领导人在反省历史问题上 这种避重就轻 避近就远 避时就须的这种态度 这种表现 很难让人感受到 日方的诚意 日方的诚信 和日方的诚实 日本方面如果想放下历史包袱 我们还是觉得 日本方面可能需要 真正拿出一些具体的措施 采取实际行动 切实取信于国际社会 特别是亚洲邻国的人民 你提到的这个报道 所说的情况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我不了解有关情况 但是你也知道 中美之间 两国之间的贸易 经过过去将近四十年的发展 已经保持着这么密切的关系 那么各种商业往来都很多 我们无法对每一个商业往来 去做它的评论 感谢观看